小五就是熊猫圈天旋顶牛吧 凭借魔性翘臀再次把自己送上热搜 这天到了下班时间 小五走着走着突然翘起尾巴抬起后脚 随后他要决定打了个更妖娆的姿势 这一可爱动作立马击中姨姨们的星巴 据说小家伙是用力放了个片 而小五也因魔性翘臀再次洗蹄热搜 果然是拉屎都被夸可爱的名字 记得小五上次上热搜还是因为哭出了表情包 天气炎热馆长担心他在外场玩太久会中暑 于是把小五的玩具大飞机打包给扛走了 小五看见空荡荡的院子一整个伤心欲绝 清汤大老爷那可是我亲自盘量的大飞机啊 不得不说第一次在熊猫脸上看到呼天枪地 短短几天就能连灯两次热搜 小五熊猫圈天旋顶流的地位杠杠了 虽然经常阴和盲仔对着盖尔挨打 但他其实智商很高小小年纪就会36级 小五小时候被敦敦奶爸抱出来晒太阳时 他熊在曹营心在汉一直想回家找奶喝 于是小五就假装和敦敦奶爸玩得很开心 等到对方警惕性逐渐降低赶紧往家跑 不得不说小五简直有八百的心眼 而当外公拿着苹果引到他出来上班时 小熊精才不上当立马转身往熊社跑 但奈何外公动作太快一把给他薅住了 小五就任由对方抱着然后歪嘴去看苹果 当他远远看到外公离开忘记关门时 小五兴奋地朝门口蹦跶着跑去 心想真是天助我也美滋滋下班 没曾想当他好不容易跑到门口时 杀风景的馆长突然拿着扫帚出来扫地 小五立马急刹车掉头爬上木架继续营业 这套动作一气呵成丝毫不拖泥带水 等到馆长打扫完卫生离开确认不会有意外后 一直暗中观察的小五才下来欢快地回家了 就是说盲小五这智商不去高考可惜了 都知道盲仔一直嫌弃憨憨小儿子不会爬树 每天强制性地给盲小五锻炼抗摔的能力 小五为了避免挨揍竟吼妈入睡模式 心想睡吧睡吧睡着了就不会揍我了 之后为了证明自己小五竞争的登陵 只不过这株小灌木从着实有点扎屁 还没等小五跟妈妈汇报成绩 第二天这棵树就被敦敦奶爸砍掉了 经过近半年水深火热的挨打熊身后 小五终于出现了学会了爬植树 可当他得意洋洋地准备露一手时 结果被看不惯的盲仔一把子耗了下来 只能说成长道路上注定一个脚印一个坑 知道自己家的鸭鸭有多幸福 又到了每周鸭鸭和粉丝见面的时间 北洞又更新了长公主的动态 网友一眼就看到了 奶爸给鸭鸭准备的凉席冰块 还有新的丰容玩具小铜球 在长公主的活动场内随处可见披好的竹子 只见鸭鸭坐在阴凉地 抱着超大号竹笋开心的干饭 吃完后他注意到了旁边的新玩具 用嘴叼起来后玩了一会儿 当时许多网友看到北洞 给鸭鸭安排了三太子同款铁鞦签后 还在担心长公主会不会嫌铁王坐烫屁股 而奶爸们自然也考虑到这一点 于是立马给鸭鸭准备了蒙兰同款凉席 虽然三太子有时候是熊来风了点 但他却从不霍霍凉席 当看到凉席皱了后 萌萌还知道拿小手铺一下 蒙兰经常坐在上面 一边吃着冲天巨笋一边转着小脚鸭 很明显对这款格热神器甚是满意 在北洞还没有给鸭鸭安排凉席前 他都是坐在秋千旁边的阴凉处干凡 估计以后长公主要跟三太子一样 坐在铺有凉席的铁王座上 翘着小脚抱着超大号笋笋嘎嘎炫 最近北京40度的高温酷暑难耐 但鸭鸭还就是喜欢在活动场合 为了防止长公主中暑 奶爸还贴心给她准备了冰块降温 鸭鸭从4月27号回国到现在 仅仅过去了两个多月 长公主的身体情况精神状态 何在孟非斯相比差别简直不要太明显 能看出鸭鸭回家后长胖了不少 如今23岁步入老年的她 虽然和壮年大熊猫的体重还有差距 但也已经达到了健康水平 而更让猫粉的欣慰的是 鸭鸭在美严重的皮肤并有了很大改善 毫不夸张地说 从前在孟非斯她身上一块好皮肤都没有 如今在北洞奶爸的悉心照顾下 鸭鸭的毛发油光水滑 果然营养跟上后毛发自然就好了 可以说负责照顾鸭鸭的李奶爸 总是尽一切可能给长公主最好的 来弥补她在异国他乡二十年受的苦 如今鸭鸭也算是苦尽甘来 只希望未来的日子她永远健康快乐 流南明星萌兰有什么大报作 要说萌萌的代表作 那就不得不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粤语 想当初萌兰仅凭一颗玩具球 就翻过铁栅栏爬爬上墙头成功粤语 不过后来被奶爸拿美食引诱回去 作案工具也被无情没收了 后来萌萌院子的大黄球不倒翁小球 小推车小绿团 但凡能移动的玩具都被她当电脚工具 只可惜萌萌的粤语大叶一直在失败的路上 代表作二 投卫 当看到徐老爷出现后 萌萌立马拿最爱的竹子投卫对方 最后确保老爷拿到后才放心离开 不仅如此闷闷 还经常投卫隔壁的胖大海 兄弟俩共吃一根竹子的画面实在有爱 而当看到外面的大批游客后 萌萌还会叼着竹子反向投卫 代表作三 批他 作为熊猫界的射牛代表 萌萌的拿手绝活是空中大秀一字母 此外还有高难度的带水球上述表演一字母 主打的就是一个不能让粉丝跳完 代表作四 对话 这部作品堪称萌萌的出圈之作 对于发布奶爸说的每句话 萌萌都做到了有回应 如此懂事可爱的萌萌 难怪能成为发布奶爸的新上雄 代表作五收猫 当萌萌看到小伙伴不回家寄坏奶爸时 他火速爬上树帮奶爸收猫 即便小伙伴把他的脸都要变形 萌萌也没放弃 最后连拽带踹终于把小伙伴弄下来 收完猫后萌萌立马从树上抬 屁颠屁颠的乖乖跑回屋里 主打的就是一个不让奶爸奶妈操心 代表作六 鼻子给你摸 这天徐老爷来给萌萌喂损损 看到乖乖的萌萌 老爷想摸摸他的鼻子 但没有摸到 萌萌看到后立马凑上去让他摸摸 最后还主动和老爷碰了碰鼻 代表作七脸杀 三太子出场陈朴飞扬自带特效 打败了99%的英雄电影 这酷炫的出场方式 放在整个熊猫界都相当诈利 代表作八飘移 帅气的飘移男明星必备的表情管理 今天萌萌又是迷住一里面的一天 代表作九 狐妹子摇手手 萌萌每次开心的时候 都会用嘴咬着小手身体左右摇晃 粉丝看到这一幕都知乎可爱 隔壁的胖大海得之后 月月浴室准备模仿一下 第一步摇手 第二步摸动身体 感觉哪里不对 再是一次 摇手晃 萌萌 你出来 谁料这晃动的节奏手 和嘴像刚认识一样 胖大海不可思议地抬起头 不敢相信如此简单的动作 自己竟不会 果然狐妹子这时也是需要天分的 代表作识 听听蓝蓝的心慌不慌 起因是萌萌发现 发姑奶爸偷看别的雪 吃醋的他立马站起来 把对方摇到 让奶爸听听蓝蓝的心慌不慌 不过萌萌的心慌不慌不知道 能看出发姑奶爸是挺慌的 网友还知道萌萌的哪些大爆作品 又是从哪部作品路的坑呢 为什么陕西秦岭大熊猫的知名度 远低于四川 因为他们号称永不租解 近日一网友在秦岭开车 偶遇野生熊猫 全程没有按喇叭与博宝保持安全距离 大熊猫看到人类后并没有惊慌 而是继续大摇大摆向前走 并且还非常礼貌地沿着边行走 给对方让出一条道方便过车 能看出野生大熊猫早已对人类见怪不该 由此可见 陕西秦岭真的把熊猫保护得很好 在这里生活着387只大熊猫 平均每100平方公里就有10只 在秦岭不仅能看到黑白色熊猫 还有罕见的巧克力色 秦岭大熊猫的个头更大更漂亮 脑袋圆圆的更像是猫 但其实它们的野外生存能力很强 陕西为了保护这群国宝 专门划分了八个西安市大小的区域 作为大熊猫的自然保护区 在那里每只大熊猫都坐拥一个山头 它们生活的自由自在 当地盛产竹子分布种子植物4600余种 所以根本不用担心大熊猫伙食问题 有果子的季节它们还会上树斋果子吃 并且陕西大熊猫还会捕猎吃肉啃骨 秦岭目前只有42只熊猫被人工饲养 大多是从野外被救助回来 因其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所以没放生 有的被救治好后还是被送回了大自然 并且放生的大熊猫都有定位期 如果长时间在一个地方几天没动 马上会有基地人员前去救援 由于官方对大熊猫的宣传很少 所以使得陕西秦岭大熊猫的知名度 远低于四川大熊猫 甚至就连本地人都不知道陕西特产大熊猫 并且两地大熊猫经过几万年的隔绝 现在已经是两个不同的亚种 不同于把四川大熊猫租借到其他国家 成为促进中外友好交流的工具 陕西秦岭大熊猫一直号称永不租借 而这也让他们的生活更加无忧无虑 这一切还都要感谢熊猫之父潘文石 潘教授曾说过 真正的熊猫应该在自然栖息地 金风雨见世面寻找爱情追求伴侣 甚至是在那里生在那里死 这才是对生命仁爱的一种理解 也是真正的保护大熊猫 父宝真的要当姐姐了 大熊猫爱宝马上要生二胎了 邻近生产爱宝女士出现了各种反应 半夜她会突然坐起来清理身体 并且没胃口吃不下东西半夜睡不好觉 于是奶爸们开启昼夜陪护模式 将奶爸和送奶爸轮流陪伴在爱宝身边 随时监测记录情况 为准妈妈爱宝提供最及时的护育 而现在爱宝也超级依赖奶爸 难受的她会故意趴在门中间 爱宝知道这样将奶爸就不会关门 看得出她很想让对方多陪陪自己 虽然生产前夕的爱宝没胃口 但看到将奶爸精心准备的动作 爱女士还是乖乖吃了起来 而两位奶爸昼夜陪护除了监测爱宝动态 还要随时提醒混识小魔王福宝要听话 当身体不舒服的爱宝半夜睡不着时 隔壁的福珠珠却差点把墙插了 宋爷爷听到后立马赶过去 温柔地提醒大胖孙女小点声音 最后宋爷爷拿给了福宝他早上没吃的窝头 并且还猜中了福珠珠的小心思 交代完大胖孙女后 宋爷爷又来到了爱宝身边 看到难受的闺女还在坐着 他在一旁贴心地给爱宝按摩 在对方的陪伴下很快睡着了 而乐宝则每天跟个梅士雄一样逍遥自在 不是低着头闻着青团的味道睡觉 就是在研究竹子质检技术 将奶爸看到女婿都忍不住 乐宝挑挑拣拣 最后吃了一根最细的竹子 将奶爸还调侃他定义好吃的标准不一样 是孤独的美食家 此外国内许多猫粉也都非常关心 爱宝现在的情况 将爷爷对此表示一定会照顾好他 等到福宝有了弟弟妹妹后 会继续呵护小家伙茁壮成长 如今只期待爱宝女士给大家一个惊喜 如果说大美熊美兰盛产鼎人 那么大众公断郑勇和专产大胖闺女 本以为299斤的梅兰肉肉已经够胖了 直到看见大胖牛奶奶 才知道天外有天熊外有熊 奶奶无论站着还是坐着都是一大肚 腰是腰定是定蜜桃铜堪穿完美 并且肉肉和奶奶都是五粒之爆炮 想当年嘴馋的骑一抢了她的小苹果吃 结果被肉姐轮圆胳膊胖揍了一股 奶奶则是夜闯男生速射收拾核心 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白天和心不仅抢男男秋天还抢吃了 于是男姐半夜潜伏到男生宿舍 在和心半睡半醒中 男男在床底突然把脑袋伸出来 扯着她的耳朵 上来就赏了她几个大胖子 还咬着和心的脖子使劲往床下 一番撕持过后 又给了和心一个大胖子 男姐头也不回地准备消散 走之前看到躺在地上呼呼大睡醒 正在气头上的男男还咬了她一口 莫名其妙被打醒的和心一连猛 躺在床上捂着嗡嗡的脑瓜子 只能说惹谁都别惹我们男姐 虽然她白天可能打不过小伙伴 但记仇的她晚上一定会搞偷袭 男男走起路来肚子都要掉地上 并且她真的是随时随地都在吃 当男男躺在木架上开心地炫着竹子 谁料吃着手里的怀里的却掉了下去 胖男看了一眼后还算灵活地翻起身 赶紧下去剪掉落的竹子 然后坐在地上心满意足的大块的竹子 这天男男打包好笋子去木架上吃 拖着沉重的身体好不容易爬上去 结果孙子掉到了地上 气得她在木架上开始发泡 奶爸经常吐槽男男太胖了对身体不健康 可殊不知男姐一直在减肥的路上 奈何是一胖体质 少吃一口不会瘦多吃一口必长肉 当被奶爸要求减肥时 恶极眼的男男先是把竹框拆了 然后趴在墙上啃青台卖菜 一边啃一边盯着外面的游客 心想我都这么可怜了 姨姨们还舍得说我胖吗 虽然男男天天被要求减肥 可她却一点委屈都不让自己受 当男姐的小卖铺开业时 男男立马走到窗口和奶爸谈条件 看到对方递过来的是不爱吃的竹子 她抽过来直接往身后一流 等到奶爸拿出梦中情绳后 男男才开心地吃了起来 只能说胖男完全是凭实力 把自己吃成重量级的 熊猫和饲养员之间的感情 有多让人感动 这是奶爸和如意最后一次的告诉 言语里满是不舍和难过 她像老父亲一样叮嘱孩子 碎碎念里全是藏着对如意的爱 此时监控室的王奶爸一度哽咽 目不转睛地冰着屏幕 现在的她没勇气去和如意告别 对于饲养员来说 亲手带大的熊猫早已如同自己孩子一般 朝夕相处那么多年分开又怎会不难 和奶爸一边为着小家伙一边自言自语 如意还全然不知将要发生什么 只是乖乖地吃着对方地点的胡萝卜 但从奶爸的眼里却看到了泪光 坐在观察室的王奶爸听到这句话 脸色沉重内心五味杂陈 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 从前种种美好的回忆涌上心头 如意是他最爱的亲儿子 丁丁是他最疼的闺女 两小只由王奶爸亲手带大的 每天给他们为事打扫授手 七年的陪伴早已让彼此成为亲人 最终王奶爸还是没忍住 泪水从严角流了出来 整理好情绪后 奶爸走到俄罗斯工作人员办公室 表示想要最后一次为如意打扫授手 对方听到后欣然同意 我把面要走了 最后一次我去把面打扫 王奶爸还和从前一样仔细打扫 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但和以往不同的是少了如意的陪伴 打扫干净后 奶爸又最后一次给如意叮叮做饭 他端着美味的盆盆奶喊叮叮过来 听到奶爸的声音后他立马走过来 开心地喝着盆盆奶 奶爸全程在一旁看着小家伙 还贴心地给丁丁擦了擦下巴 然后又奖励给他一块窝窝的 看着吃得正香的小家伙 奶爸万般不舍说出了离别的话 他一脸宠溺地看着亲手带大的孩子 虽然脸上还挂着笑容 但心中的难过恐怕无以言表 而丁丁似乎也预感到了离别 看到奶爸们起身离开后 吃得正香的他突然转身望向奶爸的背影 两位奶爸站在铁门外看着毛孩子 眼里充满了悲伤 只见丁丁慢慢从木架上下来走到铁门前 好像在跟奶爸做最后的告别 只能说如果时间没有分离那该有多好 家里台二姑奶奶喜乐到底有多倔 近日喜乐顶着38度的高温坚持营业 担心大闺女中暑的奶爸可计划了 一会孩子一会祖宗 这一惊一乍的备份能看着奶爸真的很心疼大闺女 可不管怎么喊她回去 喜乐全荡耳旁风在院里来回溜达 眼看姑奶奶还在晒着大太阳 无奈奶爸只好拿来冰块讲 可无论她怎么喊对方过来 祖宗的眼皮眨都不眨一下 最后奶爸拿着小苹果 好不容易把小祖宗引溜过来 可喜乐也不玩冰块全程再找吃了 奶爸扔下来一块不小心撒到了她 下得赶紧给姑奶奶道歉 能看出现在的饲养员是真卑微 不仅要尽心尽力照顾好大熊猫 还要防止被网络上的键盘霞乱喷 吃完苹果后喜乐依旧我行我素 踢着一身雕一身雕 慢悠悠地在院子里沐浴着阳光 奶爸在一旁生死力竭地大喊 再不回去我就死往上了 您就当为我活着行吗 感觉喜乐要是听话回屋 奶爸都能当场给祖宗跪下 原来不止北洞的熊猫会把奶爸整克来 天津巴里台的二姑奶奶醒了 才是个更难伺候的主 当奶爸把窝窝头放进葫芦里 想让喜乐多动动手摇出来 可暴脾气的他却丝毫没有耐心 一使劲直接把葫芦掰成了两半 而为了训练大熊猫的厚制力量 奶爸会经常钓猫让喜乐站起来 别的小熊眼里只有苹果窝窝头 然而喜乐却抱着钓猫用的竹筐不撒手 现在都怀过了吗竹筐 那怀过吧 怎么说 没有了 我给你拿它 我给你拿 我给你拿 你得给我 怎么还有下一个呢 还得反过来 掉过去的看 里边蛋饭要动也不携不过来 那次不就是直接把那猪丸给我蹬下去了 网友看到这一幕蜡品 饲养员锻炼喜乐的厚制力量 喜乐锻炼饲养员的前置力量 不仅如此喜乐还是出了名的脾气大 每到饭点但凡奶爸碗来几分 不耐烦的他就开始框框敲门 小时候我可逃了 三四岁那边 饿了怎么办呢 他会叫你 到点了 他看你还没下去 他就坐在门那儿 拿一个竹子撬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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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怎么跳 你躲在下去躲在给他吃上了他不跳 爷的熊猫都是任由小鸟薅毛助朝 但喜乐每次都能被气出狗叫 更搞笑的是有一次 明明是喜乐自个撞苹果树上 气不过的他竟把无辜的小树给拔了 尽管喜乐如此废奶爸 但饲养员对他也只有宠着的分 毕竟巴里台二姑奶奶的母帽 足以让奶爸忽略他的小脾气 真的是特别针 反正我记得上是两个好多熊猫 见到喜欢一眼一眼想出 我这屋这么漂亮 相当白 然后长得有小小眼睛 咱们你还好 如此搞笑可爱的喜乐 网友们爱了吗 是第一只在比利时出生的宝宝 熊猫妈妈小心翼翼把仔仔叼起来 然后放到自己怀里双手紧紧抱住 她温柔地舔试着宝宝身上的羊水 在妈妈怀里的小家伙很快安静了下来 看到这一幕奶妈流下了高兴的泪水 为了更好地照顾熊猫妈妈和宝宝 中国还专门派出了专家队前去指导 接下来医生需要检查幼崽的健康状况 可熊猫妈妈说什么也不给 始终把孩子紧紧护在怀中 饲养员只好拿出准备好的蜂蜜 奶爸抚摸着熊猫妈妈怀里的宝宝 奶妈把蜂蜜涂在自己手上 哄着刚生产完的熊猫妈妈吃点补充体力 要知道成年大熊猫都有领域意识 尤其是带宰熊猫妈妈这种意识更强 但奶爸奶妈却可以近身照顾她 由此可见双方对彼此有多么信任 熊猫妈妈一边吃着蜂蜜 一边看着怀里的宝宝 等到她完全适应放松警惕后 奶爸才放心带走幼崽 为了不让熊猫妈妈担心 她快步走向宝玉室给宝宝做检查 检查完后奶爸先给宝宝喂了点来 然后又给小家伙排了遍 一个月后宝宝身上的毛色已经黑白分明 在妈妈怀里的小家伙睡得很香 而奶爸来带孩子去检查也变得很轻松 只需一根损损就能换走一只小可爱 从小家伙铿枪有力的教授 就能看出她长大后肯定格外调皮 三个月后天堂动物园为幼崽举行了命令仪式 取名天宝寓意上天赐予的宝贝 作为第一只在比利时出生的熊猫 天宝出生后可谓是几万千宠爱于一身 想当年比利时为了租到中国国宝 当地天堂动物园就耗资八百万欧 修建了4.5万平方米的中国园 并在其中又模仿四川的地容地貌 修建了6500平方米的熊猫馆 2014年大熊猫星辉和好好来到该园 开启了为期15年的旅居生涯 为了更好地照顾大熊猫 比利时连他们的奶妈都一块租了过来 2019年好好又顺利诞下了一对龙颂胎 分别取名宝弟和宝妹 也就是天堡的弟弟和妹妹 由此可见小家伙天堡在家中的地位 按照协议在海外出生的大熊猫 要在4年之内被送回中国 但此前一直受种种影响 导致天堡一直未能如期返回中国 只希望天堡无论在何处 都能和爸爸妈妈弟弟妹妹 一家五口永远幸福生活下去 三太子萌兰和小弟的兄弟情有多暖 这张照片上是美奶妈要抱走清晓 萌兰和清大在后面拉着不肯让她走 萌兰内心OS 我的小弟当然由我来守护 众所周知 清晓是萌兰最忠实的马仔 没事他经常给大哥做 娴熟的手法让萌兰也强 当萌兰想爬上窗台练习越运技能时 清晓就很自觉地给他当店脚石 等到大哥爬上窗台后 他就走到门口放放 最后萌兰在窗台上玩够了一声呼唤 清晓就立马过来接大哥回家 这天清晓和金韵都想爬上同一棵小树 两小只谁也不让着谁为此还大打出手 几个回合下来清晓败下阵来 抢不过的他扭头打算去爬木架 没曾想被上面的金奥又胖揍了一顿 最后被对方连咬带拽推到了地上 身心俱疲的清晓满脸写着身无可恋 一旁的萌兰看到小弟受了委屈 二话不说跟金韵展开了大战 虽然萌萌经常被调侃战无诈 但这次他竟战斗力爆棚 咬着金韵把他拖到了地上 然后把他整只熊按在地上摩擦 恐怕此时的萌萌一定在想 我的小弟只能我来欺负 不知是不是被萌兰的意气感动 金韵也心甘情愿做起了他的马仔 有次为了解救大哥 他竟咬了干妈萌萌 起因是萌萌看到熊孩子萌兰 把身上弄得脏兮兮的 想要强行把他拖到水里洗澡 不情愿的萌萌拼命反抗 甚至还想咬亲妈的耳朵 逃脱后他火速爬到旁边的假山上 然后就一直挑衅对方 气得萌萌一口咬住熊孩子 就开始往下拖 一旁的金韵见情况不对 立马上前帮忙 眼看大哥被血脉压制 金韵竟上嘴咬了萌萌干妈 萌萌扭头去收拾他萌兰这才脱身 被解救出来的萌兰也没有头 开始帮好兄弟对妈妈 见他迟迟不停手 萌兰再次找机会反击 谁料他咬住妈妈的脑袋 刚准备去解救金韵时 被萌萌一熊掌拍住 意识到情况不妙的萌兰连连后腿拼命挣扎 好不容易挣脱后下的把腿就跑了 独留小弟金韵一熊独自面对妈妈 萌萌心想金韵这熊孩子也不爱干净 然后就死死咬住他往水里拖 能看出此时的金韵一脸无助 幸好使劲挣脱了干妈的束缚 只能说萌兰的小弟个个对他都是忠心耿耿 爱宝终于顺利诞下雌性双胞胎 恭喜福宝从此以后多了两个妹妹 11日早上爱宝诞下一对雌性双胞胎 老大体重180克老二体重140克 两只幼崽身体状况都很健康 昨天爱宝就出现了临产反 公缩带来的阵痛让他喘不过起来 姜爷爷一直陪在旁边 鼓励爱宝不要害怕 在经历次次阵痛后 终于在4点42分分老大成功出生了 小家伙的叫声格外洪亮有力 爱宝连忙低头熟练地叼起宝宝 小心翼翼把孩子护在怀里 姜爷爷默默守护在一旁 紧盯着爱宝母女俩没有上前打扰 不一会爱宝再次出现公缩反应 只见他低头清理自己的身体 6点39分第二个宝宝顺利出生 又惊又喜的爱宝急忙伸手护摸宰子 看到亲闺女把两个小生命带到身上 产房外的姜爷爷和宋爷爷激动地抱在一起 乐宝听到了幼崽啼哭的声音 似乎知道了娇妻爱宝已经顺利生产 一大早就高兴地站在栅栏上 不过总觉得他在跟江奶爸炫耀 毕竟乐宝三个女儿都是自然本娇 不仅但无序发这次还直接一次中压 果然财阀家的女婿是有点子水平在身上 同时姜爷爷也告诉 201的邻居福宝他当姐姐的好消息 看福珠珠上扬的嘴角就知道他有多开心 就是不知道福宝两个妹妹性格怎么样 要是还跟混世小魔王一样是个废头子 恐怕优雅的爱宝女士又要发疯了 这下宋爷爷和江爷爷再也不用抢 一人一个实现撸猫自由 而隔壁老虎的瀑布恐怕彻底保不住 要知道之前两位爷爷就一直惦记 考虑到隔壁老虎妈妈刚生了五胞胎 这才没多其所爱 现在爱宝又给他们添了两个孙女 恐怕江爷爷和宋爷爷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 三个大胖孙女在瀑布里玩耍的画面了 而爱宝乐园的蝴蝶园恐怕从此以后要大门紧闭了 防止宋爷爷随时抓走一只哄孙女开心 从此以后7月份的宝家族更热了 福宝两个妹妹7月11号生日 爱宝7月13号江宝7月18号 福宝7月20号乐宝7月28号 独留宋宝一人操持一大家生日 不过相信宋爷爷心里一定乐开了花 这是熊猫欣雅照顾孩子的画面 奶爸陪在一旁轻轻抚摸着宝宝 欣雅妈妈并没有抗拒 一直温柔地舔着对方的胳膊 而奶爸也没有抽出手刃由她舔 可见双方对彼此该有多么信任 欣雅牢牢抱着怀中的孩子迟迟不肯放开手 然后低头舔了舔奶爸 示意对方不要拿走宝宝 要知道动物舔人类 是在表达自己对她的喜欢和信任 因为奶爸的长期照顾欣雅当然放心对方 看到奶爸一直在抚摸怀里的宰宰 欣雅抬了抬又望着奶爸 似乎在说相信我能照顾好宝宝 见奶爸不撒手欣雅又去舔她 其实奶爸并不是不相信她 只是心疼刚生产完的欣雅妈妈 随后奶爸看到欣雅抱娃的姿势不正确 不舒服的小家伙一直在嗷嗷大叫 初次带孩子没经验的欣雅没意识到 只是抬头又望了望奶爸 奶爸满脸宠溺地摸了摸她的头 安慰到放心我不拿走你的宝宝 听到对方这么说后 欣雅平静了许多 然后靠在栏杆上准备休息一会 不放心的奶爸看了眼她怀里的宝宝 伸手感受了一下小家伙的呼吸 又紧挨着欣雅 让熊猫妈妈感受到自己的陪伴 此时仔仔安静地睡着了 欣雅没听到孩子的叫声赶紧低头查看 看到小家伙睡得正香这才放心 其实动物的母性远比想象中还要强 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的欣雅 很明显有些累了 她眨了眨眼感觉下一秒就要睡着了 欣雅强撑着抬起头 但手还是不自觉地从宝宝身上滑落下来 奶爸注意到后温柔地提起她的手 示意欣雅抱紧孩子不要让宰宰掉下来 可奶爸刚松手她又放开了 欣雅眼巴巴地一直望着对方 好像在说奶爸我好困 奶爸则是看着欣雅 似乎在回应她 放心睡吧我会帮你照看宝宝 只见欣雅妈妈依靠着墙壁大口喘着粗气 望着奶爸的方向安心地休息 怀里的小家伙感受着妈妈的呼吸 睡得格外香甜 奶爸则在一旁静静地陪着她们 如此温馨的一幕让人感叹岁月静好 直到看见爱宝主动把宰宰叼给江奶爸 才明白最好的爱从来都是双向崩溃 要知道成年大熊猫的领地意识很强 尤其是带娃的熊猫妈妈更为敏感 但刚生产完双胞胎的爱宝 却允许江奶爸近身打扫产房卫生 甚至还知道抬起小脚配合对方 哪怕对方贴身清理他身边的污渍 爱宝也始终放心地背对着江奶爸 而更让人动容的是 爱宝竟主动叼着宝宝朝他走去 迫切地想让对方看看 和最爱的江奶爸分享喜悦 这也足以看出爱宝对他有多么信任 而从爱宝出现怀孕症状时 江奶爸就一直密切关注闺女动态 生产前夕更是开启昼夜培护模式 强烈的阵痛让爱宝腾到一度喘不过气来时 江奶爸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看到爱宝难受地趴在地上 他一直陪伴在旁边安慰给族闺女安全感 等到阵痛稍有缓解后 江奶爸赶紧端来水温柔地询问他可不可 然后又给亲闺女拿来两根最嫩的竹笋 尽管此时的爱宝没有胃口 但想到一会生产要耗费大量体力 他还是乖乖吃了起来 不一会公缩又让他疼痛男人 看到爱宝难受地依靠着栏杆 江奶爸在一旁轻轻地给他按摩缓解 整个生产过程他从未离开爱宝半年 可到不行也只是匆匆喝一口水就赶紧 并且江奶爸一直在记录爱宝的动态 密密麻麻的笔记全是对他的爱 最后爱宝顺利诞下双胞胎 经过一番仔细地检查 两个宝宝都很健康 江爷爷和宋爷爷这才如是重负 激动地抱在一起 从前福宝出生的时候 江爷爷就直言像是拥有了全世界 现在闺女爱宝一下子生下两个宝宝 江爷爷则是收获了双倍幸福 福宝当时有两个人电话 江宝迫不及待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乐宝 而听到幼崽提哭声的他似乎早有预料 激动地爬到栅栏上想要出去看看 然后他又来到福宝房间 告诉小家伙当姐姐了 福珠珠一脸天真 似乎也听懂了爷爷说的话 可以说自从闺女生了双胞胎后 江宝的嘴角就一直上扬 而宋宝也是笑得比谁都灿烂 这夏宝家族也更加热闹 谁能想到在一只熊猫身上 竟能看到先锋道骨 眼前这只大熊猫正是旅居日本的蛋蛋 也是顶流女明星花花的姑奶奶 如今的她已经有28岁高龄 然而谁能想到看起来如此健康的她 不仅身患心脏病 还经历了丧子又丧夫的坎坷一生 2000年年仅4岁的蛋蛋和锦竹 一起被送往日本神户的动物园 在那里蛋蛋俘获了当地民众的放心 每天都有人大排长队禁员参观 她也因此有了个神户大小节的爱称 等蛋蛋到了事与年龄 原方开始安排她和一同前来的锦竹相亲 可就在给锦竹检查身体时 却惊奇地发现她竟是雌雄童 无奈之下动物园只好送锦竹回国 之后中方又给蛋蛋安排了第二任老公星星 2007年蛋蛋终于成功怀孕 没曾想幼崽进胎死腹中 次年蛋蛋成功怀孕且顺利生产 可谁都没料到噩耗再次传来 其因是蛋蛋四肢太短 很难抱起幼崽进行等于 有次不小心掉在地上后孩子不幸夭折 2010年15岁的蛋蛋又一次进入发情期 原方为了让她成功怀孕决定进行人工受精 然而在对猩猩进行麻醉取经事发生意外 最终导致她再也没能苏醒过来 而蛋蛋在经历两次丧子又丧腹后 情绪低落到谷底甚至出现异常行为 她经常会把竹子抱在怀中 当作自己的孩子进行喂奶 2020年按照协议蛋蛋本该回国 然而就在回国前夕 她却被检查出来心脏有问题 为了避免意外发生 只好先让蛋蛋继续待在日本 不过幸好在这里 她遇到了最好的奶爸没缘两次 蛋蛋刚到日本时就是由她照顾 每天没奶爸都会打扫干净受手 然后精心准备好要吃的食物 考虑到蛋蛋年龄大了 她就贴心地把胡萝卜切好 而蛋蛋则是乖乖趴在门口等待头 此外她吃的竹叶都是奶爸亲自采摘的 并且每顿吃的量都会详细记录 以便随时检测她的饮食状态 而蛋蛋对奶爸也很是依赖 有次她患上了角膜炎 别的饲养员上药时 蛋蛋又会拒绝甚至反抗 无奈原方只好叫来还在休假的没缘两次 优贤自在 原方从不会强迫蛋蛋营业 不想出门就可以一整天待在室内 现在的她圆圆滚滚毛发依旧亮白 根本看不出是一只老年熊 而如果蛋蛋能在日本安度外面 对她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好的选择